有一題是那個人事資料分欄 這個人事資料分欄 裡面的話呢這個是一般實際上工作裡面還蠻常遇到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就是 這個 就是像這樣人事資料分欄雲端上也有解答 有點像是我們的資料本來是縱向的 一欄 我希望把縱向的一欄因為這個縱向一欄裡面你可以看到 這一欄裡面的包含什麼資料呢 把它稍微放大一點點 它裡面的話呢就是 這邊有一個入職時間 然後再來就姓名公號內部號碼 然後再來又入職時間 姓名公號內碼 那我希望能夠把原來縱向在B欄裡面的資料 幫我分到D欄到G欄 就是縱向一欄 分拆成 什麼 拆成四個欄有沒有 應該可以看懂嗎 這邊這樣子把它拆成橫橫向的 1234嘛變成這樣 一筆 就是一筆資料就對了 然後換下一個人 再橫向再一筆 那這個地方當然如果你用Field函數就沒辦法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 所以這邊的話呢也許你就是一定要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 就是index 函數 或者是indrape函數 才能夠 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 把B欄的資料 拆到 拆到第一道居欄 那拆過來之後的話還有幾個問題 就是前面冒號 還多一些什麼 這個入職時間這個資料刪掉 姓名冒號前面這個要刪掉 這些都要刪掉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 很快的 向右向下 整個全部資料就幫你全部帶過來 OK 那當然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你不會 用index 或indrape函數的話 那你 只能就土法鏈鋼 土法鏈鋼 也可以啦 像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我可以這樣 把四個 一選 然後在這邊 貼上的時候用 轉字 橫向一個 再四筆 再轉字 四筆 可是問題你要貼幾次才能完成 如果 公司的員工 人數超過百 百 千 甚至上萬人的話 當然這樣就不OK 所以 這個地方 也許等一下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先試著把那個 我們在綜合練習裡面 有一個要人事 資料分欄這個部分可以練習看看 裡面的方法 你用V卵數一定是不行 你只能用什麼 用那個 我們剛剛提過index 跟那個 indrape 剛剛同學可能對index 感覺好像比較不熟悉 其實他的道理很簡單 基本上index 主要就是你給他什麼 三個訊息就好 一 你的資料範圍在哪裡 所以我們先選這個範圍 意思說 我從這個範圍裡面 不過等一下要向下 所以我就鎖起來 鎖列就可以了 因為向下的話鎖列 第二個問題是說呢 我要這個範圍裡面的 第幾列 因為第幾列 剛好跟那個查詢編號 跟他是 順序是一樣的 有沒有 剛好這是001 剛好在第1列 002剛好在第2列 這個列指的不是外面這個列 指的是這個 相對於這個範圍的第幾列 不是外面的那個列 是這個範圍的第幾列 那另外一個訊息是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欄 剛好這個範圍裡面這個是第2欄 第3欄 有沒有第4 第5 所以我們分別把 因為我們 如果希望向下填滿自動抓到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r 剛剛同學是說如果範圍變更的話 我們把r 減掉2 為什麼要減掉2呢 因為這個r現在的位置在第4列 所以第4列呢 它r這個函數呢 它會先把4帶回來 可是我要的是 剛好是這個範圍裡面第2欄 那11下第2欄 我要怎麼得到這個2這個數字 那就把它再減掉 2 4減掉剛好是2啦 所以意思是 這個地方回來是2 2這個指的是我要是第幾欄的意思 很多同學就是 容易跟什麼 跟這個r 函數 剛好 繳在一起 老師這明明是列啊 你為什麼說欄 我們只是利用 列 抓到 這個列的數字去抓我們要的第幾欄 OK所以大概 概念 稍微釐清一下 不過這個可能要 熟練一下 不然的話 然後 以後你要再抓你要的資料恐怕有點問題 Indirect 實際上就是 這個地方的第 起 就是 實際實體的位置 所以串出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b4 就抓到我們要的位置 那我剛剛提過 如果我今天希望 b c d e 這些數字 我要能夠自動 產生的話 不過當然這個地方 算也比較高階 有些時候當然你不會 你像我剛剛用改的用貼的也可以啊 好像剛剛有同學問說 上個禮拜那個大樂透啊 老師那個49頁啊如果 再隔個幾個禮拜或幾個月啊 他變50頁 那怎麼辦 有幾個方法啦 最簡單的就是你直接 手動改嘛 for i 等於 1到50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你想說 老師那這樣有點不太聰明啊 對啊如果你要聰明的話 你可能就要再去寫 一個前面一段 自動去判斷說 那個網路上面那個數 最後最大那個數字是多少 如果你可能就要寫 寫什麼 去抓那個位置 去判斷說那個啊抓回來 就會 不過這個要另外再寫程式 難度現在相對的 提高許多 所以你兩相權衡一下 好像用看的比較快啊 目前沒辦法解決 沒關係用看的 但是你可以把這個問題 當成是你將來 可以解決的一個目標啦 像我的習慣是這樣 反正我眼前問題先解決 但是我不會因為這樣子就得過且過 我會把它當成是一個 我需要解決的問題 放著嘛反正有空我就想想看 哪一天就把它做出來 也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 解決問題 的那個方式 很多 那當然你就是自己要去調整出一個比較好的 當然不要得過且過 但是也不要說一下子馬上就要做出來 不要 就取一個中間值就好了 享受那個思考的過程 有時候其實我覺得 解決一個問題那種成就感那種 你會 得到樂趣比較多了 不是我現在不是要硬背硬塞一堆東西在腦袋裡面 好 那英德 那這個地方當然我們需要 B C D 假設我今天希望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自動產生 B C D 那插入函數 裡面 有一個文字函數 前面有講過 這裏面有一個叫 有沒有文字 沒用過這個 他 會出現根據您電腦的 自圓極 產生對應的 自圓極 這個自圓極 其實你可能需要一個對照表 這個對照表 我們在雲端上面我有插入一個圖 那不過或者是你可以去雲端找一個叫 ASCII code的一個 一個內瑪就在這裡 這個是 電腦裡面內瑪的順序 前面有數字嗎你會發現 剛好65 就是A 66就是B 這個是內瑪的順序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用CHA函數假設我今天輸入什麼 65 你會發現這邊是A 可是我不是要A 我要66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輸入66 按確定 這邊會出現B 但是你向下填滿他會怎麼樣 還是B 因為你這個數字沒有變多 所以怎麼樣讓他可以向下填滿的時候自動幫你加一號 向下填滿自動加一號 反正以後你只要想到什麼 想到向下填滿自動加一號你就要記得用Raw函數 可是Raw函數的話是加什麼加個Raw Raw 我們再自己打Raw OK 加一個Raw 小瓜糊 那他會自動幫你加多少呢 加現在的列 現在的列4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把66減掉4 所以這邊的話就變62 62加4 那就66打勾之後看一下 一樣B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有沒有 BCD又出來 為什麼 因為向下一個 他本來這個是Raw是4嘛 所以他加了就66 那下面一個是5 5加6就變67 67剛好是C H類推那就剛好抓到我們的內碼 那這個內碼 如果我今天呢要把這個內碼怎麼樣 放到這個位置的話 不就也OK可以自動產生了嗎 所以 基本上如果說我剛剛的IndoRes要自動產生的話 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這個 這個公司有時候你記不起來沒關係把它複製一下 再取消 移到這邊之後 把那個B的位置有沒有 把它貼上 這個OK 實際上他等於就是 幫你產生了一個B 放在這邊然後跟後面串在一起 那依此類推嘛反正打勾試一下OK呢 好有沒有向下填滿 不過會產生錯誤為什麼呢 因為 應該這個要把它鎖起來因為你向下填滿嘛所以 這個如果你沒有鎖他就變成 下一個就變 4 5 6 但是如果你加個錢的符號他永遠都會鎖住這個打勾看一下向下填滿 OK 那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應該可以了解我我在做什麼啦 基本上呢 Indirector 跟那個index 最大的差別 這個indirector 實際上是抓到的是一個 哪一個儲存格的 應該算是他的位置但是是一個字串 可是index 是兩個數字 一個是哪一列哪一欄 所以感覺起來 這個indirector跟那個VBA裡面那個Range物件還蠻像的 那index跟那個Sales那個物件還蠻像 Sales是抓哪一列哪一欄 剛好 道理差不多 所以呢 有的時候這邊 我有時候會假設要把這邊的邏輯轉換成VBA的話 我就把什麼呢 index用Sales代替 然後Range的話呢 index用Range來代替 他兩邊就可以互相 可以做 轉換 OK大概邏輯是這樣 那請各位 稍微 就是把這一 些題目稍微看一下 那也許待會我們就來看一下那個325 看一次 看一次 開箱